三角形一旋转 就把他力量化解开了 然后用这个点去击打对方 旋转这个地方又指向对方了 始终能指中 哇把对方撞击出去 最关键就是你的形体上 怎么形成这样的结构 你才能不丢不顶啊 练内加拳不丢不顶 两个模型你必须要知道 例如大家看十字形怎么化力 当对方推前后劲推的时候 我们通过旋转 把对方的劲化开 这叫引进 同时这个点进行击打 哇把对方撞出去 这是第一 同时对方施加上下力量的时候 我们旋转 这个地方又指向对方了 始终能指中 哇把对方撞击出去 最关键就是你的形体上 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十字结构 在我们的太极拳课程 第一课就告诉大家这个原理了 当然在免费宣传中 不方便说的那么细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太极拳课程是以十字 作为第一课 行一拳课程实际上是以三角形 作为第一课 三角形也能够破除对方的力量 我本来想找个等腰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找不到了 当对方推的时候 推这个边的时候 三角形一旋转 就把他力量化解开了 然后用这个点去击打对方 同时他推这个边的时候 这样就化开了 用这个角去进攻对方 其实和十字是一样的 大家把它想象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或者看看我们坐在屏幕上的这个图像 图像上这个等腰三角形 对方的力量一来的时候 他一旋转 即化解了对方力量 然后我们又指向对方中线来撞击对方 当然对方如果朝另一个方案的话 我们反方向旋转也能撞击对方 所以你行一拳想要具备 化解对方力量 不丢不顶的这个作用 包括指中的这个能力的话 你要身上具备三角形结构 所以太极拳身上的十字到底在哪呢 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的太极拳课程重新翻拍了 在第一课就给大家加入了十字形的概念 会更好地帮你建立捧进 咱们学员朋友记得去看一下 当然行一拳就是通过混原装去建立这个结构 一定要把自己的三角形转起来 你才能不丢不顶啊